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您是否正在寻找可以三代同堂的梦想豪宅呢 您是否想要在家中如同自身度假区 走路出门就能逛百货呢 台湾大道像还是台中市的重要门面 房输出阿虹今天带着大家一起走进 由国际团队超刀的香陵黄居 让我们一窥气派奢华的梦想宅 香陵黄居是台中指标性的豪宅建案 位于台湾大道与潮富路口 正对秋龙谷生态公园 附近生活机能相较七期也十分方便 四周围绕各式餐饮小吃任君选择 台湾大道东西巷可分别到达 中山高、新光、圆白与新市政中心 贯穿七期与缝架 联通国家各剧院 台中市政府 香陵黄居的地理位置 可说是得天独厚及具增值空间 香陵黄居拥有尊容优势的地段门牌 加上分洞管理特殊的立面及五大休闲会馆的设计 堪称是台湾大道沿线西游的高质感社区 香陵黄居基地面积约3500平 规划成六大洞 由RC钢筋混凝土为主要结构的电梯大楼 楼层规划地上24至28楼 地下四层楼 总户数为422户 车位规划917个 包含平面603个与机械314个 公社比约31.6% 社区采分洞管理 每洞都拥有自己独立的迎宾大厅 顶楼规划五大休闲会馆空中俱乐部 各洞都有风格截然不同的Sky Lounge 顶楼无边际游泳池 樱花步道 景观健身中心 享受闹群中 天地合一 舒畅一天的疲惫 男女三温暖 撞球交易厅 休闲奇异室 钢琴霸区 回家 如同敞羊在日月台韩壁楼搭饭店 与世界隔绝 独享属于自己的宁静与尊贵的时分 最后我们邀请到我们的住户谢先生 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他住进香陵皇居的一些心得 或者一些感想来分享给各位 谢先生你可以跟我们聊一下就是您在入住香陵皇居之前 大概看过哪些房子 那为什么最后选择了香陵皇居 这样说好了啦 就是说我本来就是生活圈子就在这个区域附近 那对我来讲这个区域 就是风甲这个附近 还有迎进台湾大道这个区域 生活机能啊 然后呢 购物啊 甚至小朋友未来上学的学区 其实都非常的完整 那更不用提说公共交通的一个方法 包含就是说公车站啊 然后开车交通的这个方便性 这个区域拥有的便利性实在是非常的大啦 对啊 是是是 所以呢 看房子的时候当然对我来讲 我就会倾向说能够在这个区域做这个房子的一个征选 怎么样子 那您大概看过这个区域大概哪些社区 那比较之后啊 为什么您最后选择香陵皇居 对我来讲因为我家里有小孩子 所以呢我希望就是说未来居住的环境 能够让小朋友有一个活动的一个空间 那所以希望能够家里的面积不能太小 好 那寻找这样子的一个至少中等以上的一个平数的房子的时候 这个附近其实蛮多的一个案子都看过 包括就是我们台中金柜的这个区域 我们也都尝试去看过 不过不管是在价格上面啊 还是说它的一个机能性来讲的话 都各自有各自的优劣 那对我们来讲 我最后选择香陵皇居这个地方 除了它的这个机能性都符合我的需求之外 最重要的是 也是很感谢这个 这个我们的这个李先生帮我们找到了一个很适合的 在价位上面符合我们预算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物件 那入住之后对于皇居在使用上 您会有哪些觉得使用起来特别的喜欢或者哪些优点 当然每一个人家庭环境都不一样 那像我们家里有小孩子 小孩子的反应最直接 这个地方怎么样呢 就是空间宽广嘛 然后呢也不会有压迫性 包括我们的大厅我们的一个公社 都非常的这样是挑高啦 或者是说光线等等 小朋友就会觉得非常开心 那又有中庭或者是说这个外面步道走廊这些活动空间 那小朋友每天就是可以这样跑跑跳跳 他们就觉得很开心 那对于我们大人来说的话 或者是我们一般的住户来讲 最重要的就是说 这个区域它的管理其实非常的不错 它的管制上面有非常的切实的 完成它的一个每一个大关的地方 所以呢我们在住起来就相对比较安心 不用担心说会有一些不明人士 或者只是说一些无法掌控的情况 然后呢我们的公社使用上面也很符合我们的需求 包括我们的餐厅的使用啊 那包括我们的一些健身房啊 游泳池等等的 我们有非常多可以使用的一个设施 那所以呢在生活上面 在这个周遭的这个设施的使用上面 可以让我们获得非常的愉快 那您有跟很多仲介业都看过房子嘛 那在比较之下啊 您觉得我个人提供给您的服务 您有什么可以分享给大家的 其实看房子当初我也看了非常长的一段时间啊 在这么多的这个看房子的一个经验里面 其实遇到最大的问题就是说 每一个房仲或者是屋主 其实他都有为自己定下一个门槛 我想大家应该也都非常清楚啊 那我们当然买的人 我们也有一个自己心里的一个底线 那只是呢 常常在谈这个底线的时候会遇到就是说 当这个差距太大的时候 很可能就会没有那个意愿 大家会有的人 房仲可能会觉得浪费时间 或者是说这样子谈起来太辛苦 那甚至也有这种就是 我也自己也有过经验就是出去谈 那我这个仲介给我的回馈是相当的负面 就是觉得我这个样子 不要有任何的想机会 没有什么想法 那只是这次真的是运气不错 遇到我们林先生的协助 那在我这样的开架的情况下 同样开架别的房仲不愿意替我做这个 这个媒合或者是说寻找物件的一个情况下 林先生还是很乐意帮我去跟屋主做一个 这个协商最终能够在一个大家都 满意的一个情况取得这样的一个物件 我心里是非常非常的感谢 这就是今天湘宁皇居的开箱秀 如果您有湘宁皇居的物件想出售 或者想寻找湘宁皇居的物件 欢迎在底下留言 或者加入我的官方LINE 与我联系 我是房叔叔阿宏 从业超过13年 服务超过50组皇居屋主 累计成交10户 是专营湘宁皇居的社区达人 多次获得300万经纪人 百万经纪人 以及店头业绩冠军 用错方法是被公办 用对方法让您光束成交 别忘了按赞订阅与分享 还有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次见拜拜